字幕志愿者 各位早晨 今天是7月23日星期六 早晨 嘉倩 出席水文 今天明天如何? 今天也是很热 昊熱的天氣警告是現正生效 預測天情, 日間天氣酷熱 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 身價再高一兩度 最起微致和換的西南風 節目未來兩天是天情酷熱 下星期中期有幾陣驟雨 接著看看今早的新聞提搖 德國務尼黑一個商場發生槍擊案 九個人死亡 當局相信有槍手在逃 奥巴馬否認美國政府原先知道 甚至是牽涉土耳其流產軍事政變 曼谷有私家車撞向四面罰 七個人受傷 包括一個中國人 當局說不是恐怖襲擊 詳細的新聞內容 德國務尼黑北部一個商場發生槍擊案 最少九個人死亡 正是核實其中一具遺體 是否屬於其中一個槍手 有目擊者說 見到商場附近有三個槍手 警方正在追捕槍手 又說不肯定槍手是否仍然在務尼黑 當局宣布務尼黑進入緊急狀態 暫時未能確定是否屬於恐怖襲擊 目擊者片段看到 穿著黑色衣服的男人 突然在商場快餐店外面開槍 民眾慌慌走避 商場內民眾也馬上逃離 大批警員接報後趕到 當局也出動特種部隊 協助疏散民眾和封鎖現場 有雙舖東主說 仍然有員工在商場裏面躲藏 等待警方救援 事發在當地星期五下午近6點 鄰近奧林匹克體育中心的 奧林匹亞救物中心 有目擊者就說 見到三個槍手持長槍在商場附近 警方繼續搜捕槍手 並且呼籲民眾留在身內 避免到公眾地方 也不要在網上發布相片 洩漏警方的行動 交通部門也暫停 全市地鐵和巴士等公共交通服務 協助搜捕 多艦醫院已經做好準備 隨時接收大量傷者 暫時未有組織承認策動襲擊 警方說沒有證據紙 和伊斯蘭武裝分子有關 不過一個支持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的武裝組織 在槍擊案發生之後 在社交網站上發表慶祝言論 這次是德國一星期內第二中襲擊 是剛剛過去的星期一 一個17歲的阿富汗難民 在巴伐利亞州一列騰洗中的火車上 用斧頭和刀襲擊乘客 導致5人受傷 包括4個港人 母親電視記者出役余報道 美國總統奧巴馬否認 美國政府預先知道 甚至牽涉土耳其流產軍事政變 他重申 土耳其如果要美國遣返出走 當地的土耳其伊斯蘭教士居倫 必須提供他策劃政變的證據 土耳其軍事政變流產之後 土耳其和美國的關係變得緊張 土耳其傳媒引述情報部門消息說 美國情報部門預先知道 土耳其會發生政變 美國總統奧巴馬反駁指控 奧巴馬說他已經向土耳其總統 歐爾丹表明 任由這種謠言散播不單只威脅 在土耳其美國人的安全 還嚴重影響美土同盟關係 更多上星期政變的片段曝光 顯示叛軍士兵 操入最大城市 伊斯坦布爾機場 一度受到政府支持者阻礙 有民眾爬上行駛中的坦克 將他截停 當局的肅稱行動仍然未結束 有被捕軍校生的父母要求政府放人 說兒子是被指揮官門騙 根本不知道自己參與政變 歐爾丹星期五在首都安卡拉 到清真寺出席祈禱活動之後 再次指控出走美國的 伊斯蘭教士居倫 幕後策劃軍事政變 土耳其傳媒報導 司法和內政部長 下星期回到美國 和美國有關部門商討 引渡居倫回國受審 但奧巴馬就表明 土耳其必須提供有關的證據 交由司法部門處理 他不能私下決定是否遣返居倫 無線電視記者林錦輝報導 泰國曼谷有私家車撞向四面佛 連同司機一共七個人受傷 傷者包括一個中國人 司家車晚上失控 衝入四面佛附近的圍欄 再衝前停下 未撞向神壇 有目擊者說 當時司家車車速很快 多個參拜人士受傷 包括一個81歲中國女人 和來自新加坡和印尼的遊客 全部送院治理 當地傳媒報導 司家車司機是一個55歲泰國女人 懷疑駕駛時突然癲癇病發 導致司家車失控 她20歲的女兒當時也在車內 並沒有受傷 澳洲升尼一間警局的停車場外 一架汽車發生爆炸 一個男人嚴重燒傷 從閉路電視片段看到 汽車爆炸起火後 再撞向停車場的閘口 警員衝出來制止 示範當地星期四晚 一個六十多歲的男人 將車停泊在色尼市郊一間警局的停車場外 警員上前查問時 她研點相信是汽油的危險物品引起爆炸 男人嚴重燒傷 情況危態 警方說並不是恐怖襲擊 只是調查事件 警方在元朗展開打擊無牌賣酒行動 拘捕142人 被捕的七十八男、六十四女 年齡由23至64歲 凌晨2點多被警員帶走 警方在晚上11點行動 派員假扮顧客 在平昌敬一間店舖和橫洲路一個單位 揭發有人無牌賣酒 隨即將兩個場所的負責人和顧客帶走 檢奏三萬多元現金和大批酒精飲品 價值大約六萬元 深淨一個停車場發生私家車撞塌圍場 沒有人受傷 司機接驗醉酒駕駛被捕 現場是青龍頭豪景花園一個停車場的四樓 圍場已經被撞塌 露出缺口 保安人員用鐵馬將缺口圍起 而涉事的私家車的車頭毀爛 現場消息說 晚上11點多 私家車在停車場行駛時懷疑失控撞場 司機未能通過酒精測試 涉嫌醉酒駕駛被捕 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參選人梁天琦 收到選舉主任的電郵 要求他最遲今早11點回覆 確認會否繼續主張和推動港獨 以便考慮他的提名是否有效 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在上星期六 立法會選舉提名期第一日報名參選新界東地區直選 但沒有簽新增的確認書 一個星期之後 梁天琦收到選舉主任的電郵 要求他回答是否承認雖然簽了提名表格上 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特區的聲明 但事實上仍然繼續主張和推動香港獨立 要求梁天琦最遲早11點回覆 否則會按相關法律和資料 決定他的提名是否有效 除了梁天琦同樣在第一日報名參選同一選區的 方國山和林卓廷名單都說沒有簽確認書 但至今沒有收到同樣的電郵 截至星期五已經報名參選同一選區 而沒有簽確認書的還有張超雄名單 范國威名單和楊岳橋 他們都說沒有收到同樣的電郵 而已經報名並簽確認書就有容海恩名單 李梓敬名單